为什么动物们看到屠夫就害怕? 难道屠夫身上真的有煞气吗? 相信很多在农村长大的朋友们 在过年的时候都会见到屠夫杀猪宰羊的场景 然后你会看到奇怪的现象 平时再凶猛的屠狗看到屠夫后 就吓得赶紧闭上嘴了 而猪圈里的猪看到屠夫后 也会吓得朝猪圈里钻 对此不少老年人都说 这是因为屠夫常年杀生 身上带着一股煞气 这一气场人类感受不到 但是动物却能看到 所以在看到屠夫后就会惊慌失措 难道屠夫身上真的有杀气吗? 这种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 其实杀气或者说气场是真实存在的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它的学名叫做信息素 指的是生物为了传达某种信息 而分泌的特定激素 比如狗狗在外出时 会通过闻气味来找到排泄的地方 狮子老虎等会通过尿液来划分领地 信息素的种类有很多 所表达的含义也有所不同 只是这些信息素 人类是察觉不到的 但狗猪等动物凭借强大的嗅觉 都可识别出来 当动物面临死亡时 它们不断地挣扎爱好 会进一步分泌出更多的恐怖信息素 而这些恐怖信息素 在所有信息素中是最强烈的 以屠宰动物为生的屠夫 医生杀过无数的动物 身上自然会沾上大量的恐怖信息素 久久不能消散 因此当狗猪等动物看到屠夫后 就能闻到它身上所携带的死亡气息 就像种地的农民身上有泥土的味道 修车的身上带着一股浓浓的鸡油味一样 长久的屠杀 自然会让屠夫身上带有血腥味 即使洗得再干净 依然可以被猪狗闻到 本能地产生恐惧 吓得再也不敢狂吠了 除此之外 屠夫每天都在屠在场里 宰杀成千上百的动物 自然会养成不一样的气质 甚至就连他们的眼神都和普通人不同 就像酒精沙场的老兵 当他们发起怒来 眼神中所透露出来的气息 就连普通人看到都会觉得害怕一样 屠夫眼神中流露出来的神色 往往会让动物两腿发软 甚至是放弃抵抗 所以那些狂叫不止的狗狗们 在被屠夫瞪上一眼后 就会乖乖夹起尾巴 其实这种现象在自然界中非常普遍 比如说许多动物在看到老虎 或者听到老虎吼叫时 就会吓得腿软走不动道 就是因为一生都在捕食动物的老虎 身上自然也会沾上恐怖性吸塑 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实验 带着狗狗去看棺在笼子里的老虎 而结果也没有出乎意料 那些从未见过老虎的狗 在看到老虎的低液 就被吓得净若寒蝉 有的甚至直接被吓尿了 这就是长久以来老虎所携带的杀器 其实我们看看古代的刽子手 也是让人类感到恐惧的存在 长期斩杀犯人 也让刽子手带上一种杀器 让看到的人不憾而立 因此不管是屠夫还是刽子手 人们都会认为他们经常杀生 所以一身的戾气 最终导致像这样的人都活得很短 其实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 主要还是和屠夫生活不规律 且天天大鱼大肉有关系 而最重要的是 一般动物身上的细菌比较多 长期和动物待在一起 自然会沾染上不少细菌 最终导致寿命不长 综上所说 所谓的杀器只是一种 客观存在的特殊物质 跟阴德等封建思想是没有关系的 屠夫只是一种职业 正是有了他们的存在 我们才能买到各种肉类 为身体补充营养 所以对于屠夫这一行业 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包容 不要肆意选择 只要他们是合理合法的宰杀动物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观看